1月11號 帶著你的親朋好友 把票投下去 另一位候選人吳怡農 發布最新競選影片 呼籲年輕人站出來投票 就差那一點點 就差你的那一票 真實跟維護 台灣的民主單主權 一支影片還不夠 知名家電網購商486先生 也到吳怡農競選總部 線上泛率21位 跨黨派候選人催票影片 記者回現場還有農份 隔著競總玻璃 默默加油打氣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在接下來的一天半 贏得這場選戰 政治是我們大家的 民主是我們大家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 多站出來多說話 為我們所相信的理念 一起來發聲 不管你支持任何的一個政黨 大黨小黨 我覺得民主就是一個很快樂的 大家為自己的想法 為自己的理念去講 這並不會有什麼 也不會有人把你抓去槍斃 選戰最後關頭 吳怡農強大空戰 期盼催出投票率 對手蔣萬安則耕耘陸戰 協同太太一大早站路口 90度鞠躬向民眾說早安 各位鄉親大家早安 在鎮上宣傳車掃接 搭配超級助選員朱立倫 吸引路過民眾熱情揮手 還在中山 北宋山和港湖選區的交解處 和李燕壽合體造勢 在人手拉手齊心在最後關頭 催出年輕選票 國民黨的確很多人希望 能夠更加年輕化 培養優秀的人才 我想這一個都是廣大基層 黨員也好 民眾都很期待 選區為民眾解決的問題 扎扎實實的亮眼成績單 告訴民眾 我想這是最後衝刺階段最重要的事情 來支持這些年輕的民意代表 我現在只能改為保守 審慎 今天萬安 我對他很有信心 但是一定要票投出來 朱立倫探言北市選情艱困 喊出藍營喚新縣拉近於選民距離 北市第三選區雙帥對決各自出招 鎖定目標族群要催出選票極大化 歡迎收看林靜庭 張苑春 台北報導